在一个深夜,一个漂亮女孩惊慌失措,拼命地奔跑,她时不时还回头看一眼,直到她被一面上锁的铁门拦住了去路。 这时,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缓缓向她走来,顿时吓得女孩捡起地上的瓶子,就朝她砸去。 女孩不知所措,眼看着男人离她越来越近,她顺手拿起身边的木棍,准备反抗。 男人面不改色,上前一把就抓住了木棍,她用一块带有迷药的白色毛巾捂住了女孩的口皮,女孩没挣扎几下,就失去了知觉。 随后,男人慢慢地扛着女孩,走向了一辆红色捷答车,把她放进了后备箱,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。 隔天,警察就在公路边的一块空地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。 这已经是近两个月内发现的第五具女性尸体。 经调查,被害的女孩都有一个共同点,她们都是舞蹈专业的漂亮女学生。 这一天,私家放学,走在回家的路上,她给妈妈打电话,说给外婆买了一个老年鸡当生日礼物。 刚挂断电话,路边一辆红色捷答车,忽然倒车,差一点就撞到了她。 顿时,吓出私家一身冷汗,手机也掉在了地上。 司机连忙道歉,私家埋怨了几句,就弯腰去捡手机,结果就被捂住了口鼻。 她想呼救,却怎么也喊不出声,她拼命地挣扎着,但不一会儿,就被迷晕了。 当她再次醒来时,却发现已经被关进了后备箱,她六神无主大声喊着救命。 可伴随着车上的音乐,就连绑匪都听不见,又有谁能听见呢? 这时,私家想起了报警,但手机早已经不见了,她想起了给姥姥买的老年机还在,就拨打了110报警。 但,私家用的是老年机,不能进行手机定位,再加上,私家非常慌乱,说不清楚细节。 最后,接警人员曹兰先试图稳定了她的情绪,然后让她把尾灯弄掉,发出求救信号。 私家找到一个扳手,拼命地炸向尾灯,幸好此时的绑匪正沉浸在音乐中,这才让私家砸掉尾灯后没有被发现。 曹兰让她把手伸出车外求救,不一会儿就有好心司机拨打电话报警,说是在高速公路上看见有人求救,还提供了车牌号码。 只是,绑匪的车是假牌照,女司机救人心切,就想上前看清绑匪的面目,可这一下却打草惊蛇,绑匪直接就下了高速。 这让抓捕行动加大了难度,曹兰也只能让私家看车上有没有什么可以求生的工具,于是私家发现了橘色衣服。 曹兰就让她想办法把衣服撕成条状,接在一起,然后悬挂在车外。 绑匪现在还浑然不觉,等红灯时,一个男司机提醒她,后背向有东西出来。 绑匪一看,才感到有些惊慌,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。 私家的手机也瞬间飞了出去,就在这关键时刻,私家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,真是有惊无险。 但别高兴得太早,绑匪把车开到了河边,想再次迷晕私家,男司机见状不对,打电话报警。 却被绑匪用铁线敲碎了车窗,手机也被砸得稀碎。 男司机也未能幸免,直接被拍晕了过去。 这时,绑匪发现迷药碎了一地,只能把私家转移到男司机那辆车的后备箱。 途中,男司机突然惊醒,大叫着,这一下惊动了绑匪。 于是,绑匪停车,就要解决了他。 男司机还没等动手,绑匪就用螺丝刀一顿乱捅,了结了他。 而此时的私家,被吓得不敢出声。 绑匪也警告他,不听话就是一样的下场。 这一回,私家和一具尸体躺在了一起,这让他感觉到了恐惧和崩溃。 曹兰也只能安稳他的情绪,让他找一下男司机身上的线索。 私家用颤抖的手,终于找到了他的身份证。 警方根据这些线索,得到了车牌号码。 眼看,就离破案越来越近了。 而此时,警察找到了绑匪的车,还有破碎的民药瓶。 经过指纹的提取,终于锁定了,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叫徐东的男人。 随后,警察去了徐东的住处,但这里空无一人。 警察发现了徐东女朋友的照片,他也是舞蹈系的学生。 随后,又通过邻居那里得知,徐东有暴力倾向,并且有点人格分裂。 两人本来快要结婚了,但他的女朋友因为受不了家暴,就分手了。 从而导致徐东会选择舞蹈戏的女孩下手。 警察还找了一本相册,上面都是遇害的那些女生, 并且都是不情愿地和徐东拍了结婚照。 这也表明,徐东就是一个变态男。 而此时的徐东,驾车来到了一个偏远的村子。 他扛起斯嘉的那一刻,却发现了那个老年鸡。 他愤怒地将手机砸得稀碎, 随后他把斯嘉绑在了轮椅上,推进了一个小黑屋。 他用剪刀对准斯嘉,顿时吓得斯嘉眼睛都差点冒出来。 他剪开了斯嘉的衣服,享受着那种气味, 随后又给斯嘉化了妆。 这时,有目击者提供了那辆车的行驶路线。 经调查,那正是徐东的老家。 就当警察到来时,却一个人也没有发现。 曹兰不放心斯嘉,就独自驾车来到了徐东的老家。 经过一番查看,他竟然发现了一个地下室入口。 这里就像是一个隧道,走进去透过门缝。 曹兰看见了他们,为了不打草惊蛇,曹兰打电话寻求支援。 这时,徐东给斯嘉换上了婚纱,又给他戴上了戒指,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。 斯嘉全程被吓得不敢出声,还被强制拍了婚纱照。 这还没完,徐东还准备了一个婚房,这顿时让斯嘉花容失色。 紧接着,徐东就将斯嘉破倒在床,准备和他洞房。 斯嘉拼命反抗,咬上了徐东的手。 可这更让徐东变得疯狂,眼看斯嘉就要被掐死了,可大部队还没有来。 曹兰只能挺身而出,他划伤了徐东的脸,然后趁机带斯嘉逃离了这里。 徐东紧随其后,眼看就要抓住斯嘉。 关键时刻,曹兰给了他当主一棒,斯嘉终于得救了,而徐东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 再次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,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,不仅晚上不要单独外出,白天在偏僻人少的地方也要注意安全。 走路时,不要迷恋手机,多注意周围的情况,穿着也不要过于暴露,以免被不法分子盯上,有了可乘之机。 做好自我安全防范意识,时刻提高警惕,做到安全第一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